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大家已经看到了李和平 马林寺 林齐磊 稍等一下 你不用说明 好 我们有几个网络员在709的事件 正在讨论我们通过电话 你给他说一下 何平 你好 林齐磊 你好 马律师 你们好 我们现在大家都能够看到你们 听见你们的声音 就请你们给大家说几句话 何平先说吧 好好好 各位朋友好 我是李和平 非常感谢大家 关心中国法治 关心709的律师 和其他的事件 在维护中国的法律 捍卫中国的法治的过程中 我们一直在一起 谢谢你们的支持明镜 大家好 我是河南马国的律师 是齐磊 大方市 市区的 地区 和平能量为四平 很弹性为四平 很弹性为四平 从北川到九泊 从北川 没有出世的 黄海云 郑州和北京 曾經之間 但是沒有見到 還是在出來以後 還沒見到 我認為 因為 許志勇這一類分子 對鐵流 還有高雲 這些的作者 我為了遞強宗教 甚至於學校 還有對上訪的一個 一個進行打擊以後的 罵免術 罵免術 中可信的洛派人 其目的就是要按照 其部署的要求 把公民已經無法打下去 因此就實施了對 其中有這些人權律師 和人權維護者的一個大招 因為先抓黃宇 夫婦和包蒙 我們人權律師團發出了一份 的聲明 針對這個聲明 對所有的 簽字的人員 和原來的人權律師團 將會是 一無反顧地 投入了 庭護工作 但是 我們當時每個人 包括對庭護人自己的前進 都是很擔心的 現在這個結果 說實在 當時我們是沒有考慮到的 我們本人什麼時間被抓 那時候都是不知道的 經過這兩年的抗爭 現在這個結果 我們感覺到 還是這個 有一點欣慰的 雖然 在國內 還有一些人 在恐懼之中 但是 總體上來講 追求自由民主法治的力量 和精神 都在走展 特別是 709的 他們以自己堅強的毅力 美麗的風貌 還有很有基礎性的 各種抗制方式 對我們來講 對我們這些人權律師來講 也很具有啟發性 同時 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也得到了 國際 國內 社會各界 各種形式的資源 我們也非常的感謝 今天 確定這樣一個紀念日 大家都來做紀念活動 我想 我們就是要發揚這種精神 在以後的 中國社會轉型 和 自由民主 保障人權的 憲政社會轉型的 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每個人 都要有自己的 自由思想 有自己的獨立精神 能夠判斷出 這個事情 我們應來的責任 然後去做 爭取 社會做得更好 讓我們這個民族 走向世界文明之靈 讓我們能夠為世界 貢獻出更多的 現代體 我們要儘快地 把國家從專制獨裁 政體 走向民主政體 這也是今天 我的一個心聲和決心 下面請 立委員律師 講得好 各位好 有很多認識的熟悉的面孔 雖然 在中國大陸 有很多人在這兒 但是看到你們這麼多人 我們心裡感到很獨立 整個 709事件 我先後代理了 也許安和張瓦和這兩個公民 也參與 帶領了 謝陽律師的辯護 截止到現在 謝陽律師 一直我也沒有會見到 所以說整個 整個709 延續到今天已經兩周年了 這個 我認為 709整個事件 有一下幾個 特點 就是 709 這一個事情的發生 當局 是 完全採取和以前 對待政治一億人士不同的方式 那就是 709所被抓捕的人權律師 和良心公民 都先後躁遇了 令人 這個 震驚的一些酷刑 這個大姐可能從 很多媒體報道 以及 掙脫到牢籠放出來的人 這個敘述都可以看出來 所以說這一點是 中國當局 對 民間 就是民間社會 公民社會的一個 殘酷的打壓 709 另外的一個特點 我感覺 就是整個 對公民社會的打壓 雖然採取的走的是法律的程序 但是 法律所規定的 對 被告人 或者說對 公民這一方的 所有的權利 包括程序上的 實體上的權利 都沒有 甚至都被 公權力 肆意地監察 比如說 我們律師的 會見權 月見權 都沒有得到 這個 實現 應該說整個 709 所有被抓捕的人員中 被會見到的人 很少 第三點 我認為整個 709 事件 對 人權律師 這個群體 這個成長 或者說 他第一次 把人權律師 這個群體 展現在了 世界 這個大的範圍內 包括 這次被抓捕的大部分是 人權律師 包括 中國為這些被抓捕的人權律師 和良知公民進行辯護的 也是人權律師 那麼這一次 讓整個 中國大陸的人權律師 這樣一個 群體形象的 這個整個 展示在了世界範圍之內 我認為這樣也是一個 對 中國人權律師成長 有很好的一點 藉此 在 國外 很多朋友的這個 倡議下 成立了第一屆 中國人權律師節 我認為 這個 對 激勵 我們在 中國大陸範圍內 還在中國大陸 這個 進行 抗爭的人權律師 和人權範圍者來講 是一個很大的 鼓 希望 在 隨後的 這個 律師 服務生涯 或者說 還有 目前有 江天勇律師 王全璋律師 包括 公民 屠夫 無干 包括 尹旭安 王芳 李彥均 這些都還在 監牢冤獄中的人 對我們是一個很大的 服務 我們 會 這個 堅守 法律的 這個 良知 這個 這個 所謂的 這個 世界 GDP 第二的 大國 這些專制的 控制下 俏領文竹 有一個藝術家 叫吳俞仁 他現在在 美國 他對我們講 說不定有一天 709是律師節 當時我們覺得好遙遠 但是今天 首屆 人權律師節就開始了 真的是非常的意外 對我們來講都是非常開心的 我們看到你們這麼多人在一起慶祝 我們是非常羨慕的 因為我們是現在不可以被有關部門告誡 不能聚會 那我們在這個時刻想表達一個我們內心真實的 非常非常特別自豪的一個想法 就是感謝上帝讓我在年輕的時候嫁給一個律師 他現在是人權律師 我們是人權律師的妻子 我們在這個兩年經歷了許多的意想不到的 跟過去完全不一樣的生活 我們經歷了跟警察對峙 我們經歷了被抓走 我們也經歷了被逼遷 孩子不能入學 但是在整個過程當中我們發現 雖然經歷了很多不公義的事情 但是愛始終伴隨在我們身邊 我們有過去的朋友 因為害怕因為恐懼離開了我們 但是我們在這一個兩年的艱難當中 我們有了新的朋友 我們彼此成為要好的朋友 這是上帝對我們的賞賜 而且在這個整個的過程裡面 我對人權律師這個群體 我們充滿敬佩 因為我發現他們不是做大事的人 他們不是做大事的人 他們是一件一件一件的小事 在生活當中堅持不懈的去做 一個一個小案子 一個別人看不起眼的 沒有多少代理費的小案子 一件一件小事這樣連續去做 這些事情的特點就是 而我們現在中國大陸所缺的 就是對人有憐憫心 所缺乏的就是 不能夠把自己的憐憫給身邊的人 所以 剛才斷了一下 現在又正常了 現在又正常了 OK OK 2005年 OK 2005年7月份的時候 很多律師都被警告 不可以代理709被抓捕人的案子 那個時候 我 心裡面有一個非常大的一個恐懼 我說難道我一個律師都請不到了嗎 就是在這樣一個 一個擔心沒有兩天 就有律師衝破攔阻 他們從千里之外到北京 跟我們家屬簽訂這樣的代理合同 我還記得 那天晚上下了大雨 我在機場接了李和平的辯護律師 第二天又接來了另外一位辯護律師 這讓我們 在我們心裡面是非常震驚的 因為我知道大家都害怕 但是 都站了出來 我相信這出於上帝 與我們中國的一個 我覺得是一個愛 一個催促一個恩典 所以在這第一屆 人權律師節的時刻 我們非常激動 你知道嗎 我從白天等到這個時刻 就怕你們連不上我們 就怕你們連不上我們 所以 所以 我是個畫牢 如果你給我一個小時 我可以說個不停 但是 這個時刻我知道 時間有限 祝賀我們的首屆 人權律師節 願中國 不再有709這樣的案子 也願我們在 美國的 709的人權律師家屬 願我們的心 雖然遠隔的太平洋 但願我們的心在一起 彼此扶持 真是在艱難當中 在愛中彼此扶持 給他說話的時間 可能只有一個秒鐘 今天這個日子 清久 成為人權律師節 非常 真是非常高興 因為 特別是 怎麼說 因為我家裡有一位 人權律師 我是人權律師的妻子 因此 能成為一個人權律師 律師節 是對律師的認可 那我這個作為人權律師的妻子 對我來說 我是非常自豪和驕傲的 那709 剛開始發生的時候 我覺得是一個 對我們家屬來說 巨大的災難 因為我 我的丈夫一下子 這樣被失蹤 生死未捕 每天我們都很 我都很痛苦 所以709這兩年 對我們來說 有很多 費水 但是我們也歡樂 我們家屬真的 也是 也做了很多 但是我們更多的是 我覺得我們來說 我是收穫 對 這兩年 人權律師這個群體 包括我自己的丈夫 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所以我對 人權律師這個群體 隨著更多的了解 越來越多的 就是那個敬佩 特別是在 709最開始的時候 大家都在一片恐懼之下 那個時候我在想 我怎麼辦 抓了這麼多律師 我該去找誰 我甚至我都 我都不知道去找誰 因為 我那個時候 雖然很需要律師 但是我覺得 我要去找了 找了另外一位律師 我就是把危險 帶下來了他 那兩天我特別的 糾結和痛苦 我需要律師 但是我又不敢去找律師 但是在這個時候 還是有律師他們 他們雖然也害怕 但是他們害怕 他們還是站出來了 他們雖然恐懼 但是他們沒有退縮 他們沒有明著保身 他們還是挺身而出 所以 7月9號能成為一個 人權律師 也對我們來說 是非常大的鼓舞 然後對我來說也是自豪 因為我家裡有位 人權律師 那7月9號到現在 還有三位沒有被釋放的 尤其是 王全璋到現在已經是730天了 他是這當中唯一一個 就是陰性全無的 到現在 下落不明 生死不明 生死未卜 還有姜天勇律師 還有吳幹 他們現在 也許大家 承受著 我們難以想像的 煎熬和痛苦 在這裡 我希望大家 能夠 陪著我們 繼續堅持下去 讓他們能夠早上回家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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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我們去大祖宗 對愛 過了一集 可能這是一個非常 非常高麗的日子 但是我現在的 你也是 去感動 謝謝 謝謝 我們非常不想 不想掛斷這個畫面 但是我知道時間有限 謝謝 非常感謝 如果沒有國際管理 709不會走到今天 我們相信 全章 還有天勇 還有吳幹 一定會回到我們當中 好 先不要掛斷 我們也希望你們相信 我們再請坐 在座的很多很多人 在過去的兩年裡 一直在為你們呼籲 包括國會的人 包括人權組織 包括學者 包括很多很多朋友 維權人士 各界來的人 有一些人每天 都起早貪黑的 去為709律師呼籲 為你們呼籲 我們也一定相信 會盡快的等到 王全章 回來那一天